儘管目前多份民調是顯示出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賴清德 他是穩定領先的 但是他跟第二名的柯文哲 並沒有拉開明顯的差距 所以現在為了回防北市 穩住基本盤跟知識圈的選票 這賴清德陣營 預計在7月2號的時候 要成立全國一屆的信賴台灣後援會 因為賴清德自治一屆出身 要來跟同事醫生出身的柯文哲來PK 另外7月15號 也會舉辦藥界挺賴清德的活動 這兩場活動分別都在7月16號 民進黨全奈會之前 尤其還在柯文哲的本命區 台北市舉辦兩場 醫藥界的造勢挺賴清德 這也是要凸顯說 他踢管民眾黨並互盤民進黨 而且之後還會有 月月有一屆商品 8月有牙醫要組成後援會 9月有護理師跟中醫師 10月在南部也有著中醫師相挺的 為什麼這麼做 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希望可以突破民調三成的天花板 要拉開跟柯文哲的差距 賴清德正期現在在思考說 要強化原本的人設 這又是人醫治國 和同一身的柯文哲競爭中 要與上醫治國取得更多的優勢 其實過去在醫界都被認為是挺民進黨的 不過在柯文哲出現之後 這似乎不再是鐵板一塊了 會出現了分票危機 所以這也讓賴清德的基本盤 產生了一個動搖 民進黨回防台北市請醫生站隊 也用意再告訴 這個基本盤跟知識的選民 賴清德才是適合治國的好醫師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我們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訊息帶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